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们本节课呢 来探讨 CIA加常见问题当中的类模版 类模版的使用的话呢 他在我们的面试题当中的出现几率呢 也是非常高的 呃一般而言呢 就是出现了我们的类模版的使用的话呢 呃很多 考生呢 呃他不知道如何来解答 所以说呢我们有必要来在这一块来讲解 类模版的使用 呃模版呢他同样的 呃可以就说是从 可以用在这个类场合当中 提供通用性的 通用型的类定义 CIA加标准库当中提供了很多 模版类 我们上期课呢理解了 函数模版的应用 类模版的 提出呢似乎就是说是水稻取成的事情 下面呢我们就着重的来讲解一下 我们类模版的应用 类模版的应用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引用投稿件 iostream 命名空间 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呃就是说是来 呃 定义类模版 当然首先呢是类型参数表 类型参数表 什么呢 template template 跟我们的核入模版 模版呢是一样的 template 坚固号 class t int number 接下来呢是这个 呃 定义一个类 class stack stack 类定义 定义了类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成员变量 包括这个private的型的这个成员变量 以及public型的这个成员函数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成员变量 private private的话呢 它我们定义两个成员变量 一个呢 就是 7类型的话 7类型的 数组 number as the number 它呢是存储 呃空间 用这个数组来表示 用数组来表示 然后的话呢 我们定义 int型的变量point 是指针 表示这个存储的位置 再然后呢 我们来定义什么呢 public型的成员函数 public型的成员函数 首先呢 是构造函数 stack 然后呢 是判断占是否为空 is empty 这是判断占是否为空 再然后呢 再然后呢 我们来判断占是否为满 bo is full 再来 将一个元素 压入占 bo push const 他 t类型的 把 呃就是从 站中弹出一个元素 pop 也是t类型的 好的 呃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实现 类的成员函数 因为它是一个模板类 所以呢 它的它的成员函数的话呢 也是模板函数 首先呢 我们来实现它的 呃 构造函数 template class class t inter number 再然后呢 我们是 函数名的实现 函数头 stack t number 是我们的类名 然后呢 是构则函数 stack 构则函数里面呢 我们就来使 point 等于零 这是初始化位置为零 占底 表示 占底 好的 呃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 实现 employ 函数 类的外面需要一个分号 employ 的话呢 直接把 它的头呢 是一样的 头是一样的 然后呢 是 返回之类型为bo stack t number 为t number1 这个t呢 更改一下 引出呢 我们的 is empty 行数的话呢 我们就是说是判断它是否为空直接这个 return它的 point就行了 return point 是否等于零 就是判断它这个point是否等于零 呃 如果point为零的话呢就说明我们当前呢无元素他就是为空的 再来看 再来看 s4 函数判断是否为 满 stack t number s4 s4 我们就return什么呢 point 等于number 它最大的值呢就为number如果punt为number的话呢就说明我们的站呢已经满了一个传满了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 呃那个push函数 bo stack tnumber push什么呢 cost t类型的 呃 传引用 object 函数题里面呢 我们当然首先判断 呃站是否一满 if什么呢 是否如果占满的话呢就是他fors他就不能够再压入了 当然如果占不满的话呢就可以压入 sz什么呢 point boot 等于 obt 让point呢就是他的指针呢进行自家 return tru 就表示 入战成功 入战成功 好的 这是 入战 再来看出战 bo stack tnumber p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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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我们t类型的什么呢 object obt poop了 他的这个函数实现呢 我们入战的时候需要判断 战是否已满 出战的时候呢 我就要我们就要判断战是否为空 if is empty 则 return force 如果他为空的话呢就不能出战了 就无法弹出所谓的元素 如果他不为空呢 我们就让这个指针呢减减 point减减 然后呢让这个 obt 等于s point 然后呢 return 出 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出战 接下来呢对我们的 模板类的 使用的话呢这是模板类的 定义和实现 包括到这个模板函数的实现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 他的使用在 man函数当中的使用 首先呢 我们 定义一个模板类的对象 stack 我们要把它实力化 t实力化为 int 然后呢个数呢实力化为10 st 是他的 对象 我们 我们 cout什么呢 开始时 st是否为空 是否为空呢 我们就输出 st的 is empty 来判断它是否为空 然后呢 调用 调用st的 push函数 压进去一个5 再来判断 此时 st 下来判断 st的 push材数 push进取I 就是 押入 9个元素 我们这个是 风循环 OK 然后呢 我们这个 Cout 此时 I ST呢 是否一满 我们通过它的什么来判断呢 通过它的 full函数来判断 它是否一满 OK 接下来我们定义一个 resource 等于0 where循环当中 来出战 st的 pop函数 出战的结果呢 存出到我们这个resource里面 然后呢 每次出战一次呢 我们就输出出来 Cout什么呢 resource 最后呢 换行 好的 然后呢 我们来这个运行下 我们来这个运行下 本程序 我们可以看到 输出结果是什么呢 开始的时候呢 st呢 它是否为空 1 1 此时呢 st呢 是否为空 0 此时呢 st呢 是否一满 1 然后呢 98 76 54 3215 这是我们的输出结果 现在呢 针对我们的结果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代码 呃 相对据说是我们这个代码当中呢 呃 相对完整的实现了一个站类 呃 一个站类的呃 操作 stack 列出了类模板和成员函数模板 模板的引入使得类的定义呢 更灵活 呃 它 它可以压入这个 呃 英特性的 也更可以加入其他类型的 可以在类创建的时候呢 指明其中的这个元素 类型 t 以及呢 非类型常量 number的大小 这一块要需要注意的是 什么呢 不管是类 类型还是成员函数定义 它都要遵循 模板的定义形式 首先呢 需要是关键字 template 尖括号里面呢 就是模板的类型了 模板的这个呃 类型 参数表 参数表 这块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类模板和成员函数模板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类定义和成员函数定义 它们是c加加编译指令 用语项 编译器说明如何生成类定义和成员函数定义的 每次呢 它类的实现前面呢 类的类函数的呃定义前面呢 都需要template关键字 然后尖括号是类的呃类型参数表 这是必不可少的 要不然呢 就会出错 原则上呢 类模板和成员函数模板呢 要放在同一个文件中 不能像普通的类一样 将类定义 放在一个文件中 成员函数的实现 可以放在另一个文件中 这是因为 模板它不是函数 它不能够被单独编译 像我们在这块呢 呃 类模板的呃定义和成员函数模板的呃定义呢 它都放在同一个文件当中 而不说是类的定义呢 它放在同文件 模板的实现 函数的实现呢 放在原文件 这是不可取的 好的 这也是我们这节课要注意的地方 接下来呢 呃 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 课后题 也就是本节课的作业 呃 我们需要 定义一个 对立 绿模板 其中 包括 制空队 判断 判断空 入队 出队 以及什么呢 判断对满 的这个成员函数 好的 这是我们关于呃 类模板的使用 呃 它讲解呢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希望呃 大家呢 在我们本节课的学习之后呢 对我们类模板的定义 以及类模板成员函数的实现 还有呢 就是我们类模板的应用 呃 有一个很好的掌握 下去以后呢 认真的完成 我们关于对联类模板的实现 呃 这个课程作业 好的 谢谢大家